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看在这些的份上 放我一条手路吧 金总主 你一意孤性要策划乱葬岗那场大乱事 我就曾经说过 二哥 不必再叫了 二哥 这次乱葬岗的事是我鬼迷心强 大错特错 可是 我没有退路了 什么叫做没有退路了 你 兄长 不要与他多话 是啊 泽吾军 你忘了你刚才怎么跟江东主说的吗 不要和他废话 二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收到了一封信 什么信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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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就 等着我的死期 所以你就率先召集仲家 再上乱葬岗围剿 七天后 就算对方真的把你这些陈年黑记传得到处都是 也已经历过一次围剿 元妻大伤了是吧 就算是因为这样 你也不能一不做二不休痛下杀手 你就要做 我能怎么办 等这事情被捅出了 传得满城风雨 等我沦为玄门百家的百年小禀后 跪下来向世人道歉 把脸送到他们脚下求他们 再求他们原谅吧 二哥 没有第三条路了 或许他们死 就是我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自己吗 你如果之前不做那么多坏事 你怎么会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 我不否认我做了那些事 你无法否认 你 若不是万不得已 我为什么要去做 二哥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相信我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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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